H.E.V.P.H.E.V.混动技术门槛太高,总显得有这么点不够亲民。 随着电气化的推进,48伏轻混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传统燃油车型的新选择。 省油,提速还能多些平顺,成为了燃油车,终于传统下的最优解。 随着发展,48伏轻混也逐渐从豪车下放到10万至15万元的清明车型上,例如今天的主角雪佛兰科鲁泽330P。 今天我们试驾的是科鲁泽顶配车型2020款清混2S330P自动痛快版。 作为一款合资品牌入门急紧凑型轿车,顶配是2.29万元的价格,还是相对亲民的。 在外观设计方面,这款2S的造型细节注重强调运动感,比如前进气格山上的2S灰镖,犀利的轮毂造型以及后备箱上的尾翼,都彰显出这款车与普通入门及家用车的不同。 在内饰的设计层面则属于中规中矩的那种。 中控台呈现中轴线对称装配,中间是一块8寸触摸全彩高清瓶,具备个性化云端账户。 Match为APP应用,涵高的地图,在线媒体,实时资讯,经销商预约等。 智能手机映射系统,支持ElicoPlay slash百度CarLife。 更增添无线多频映射功能,自然语音识别智能语,端语本地混合式,蓝牙电话,音乐,智能混合导航等功能。 动力方面,这款车型搭载的330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,匹配6速DSS智能起停电速箱,最大额定功率120千瓦。 最大近扭矩230牛米,48伏轻混电机位于放置在传统汽油机启动机的位置。 由于采用皮带软连接,这套系统对于动力的提升不大,更多是为了起步,更轻快并提升平顺性。 还可以为车载系统供电,银酸铁锂电池系统则位于油箱右侧。 整套系统具备敏捷启动,电动助力,智能充电,制动能量回收共五种工作模式。 当车辆处于带速滑形状态时,48伏系统输出电动扭矩,维持发动机转速,有效降低油耗。 整体来看,这套48伏轻混最大的体验依然是增加平顺性并降低燃油消耗。 在起步、带速、起停等方面,这套48伏轻混依然贡献不小。 轻快的起步更契合科鲁泽想要展现的运动氛围。 漂亮的外观套件,更加轻快的起步,以及更低的油耗,作为一辆中期改款车型。 科鲁泽330T综合产品力还是值得肯定的。